鸡筋膜呢就很受推崇 也是现在这个西方医学里面呢 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因为肌肉的形状呢 由鸡筋膜来塑造 我们知道你买一块肉 你放在菜板上 这块肉呢 它是有一个形状的 如果你把这个筋膜划了一刀 这个肉就瘫了 就没有形状了 所以鸡筋膜对肌肉有保护作用 维持肌肉的形状和功能 那么这个鸡筋膜一旦受伤了 它很容易受伤 受伤了以后 它就出现了微小的撕裂 撕裂以后呢 出现了充血水肿 这西医的叫无菌性炎症 那么就导致了组织的增生 增生以后挤压血管神经 是不是导致疼痛呢 挤压到神经了 不就盲目了吗 挤压血管了就会疼痛了 那么包括功能关爱 这些呢 中医其实都有不同的描述 但是用的语言呢是不一样 你们看 咱们大家看下面这个方 其实损伤 不就是跌打损伤 或者捞损捞伤 这都是损伤 这只有两种 一种提醒一种慢性 充血水肿 终于在内经里面找到 这叫飞沫 飞沫 那么这个纤维组织增生 咱们叫筋结点 结筋点 结筋定造点 这在薛六 薛六公薛老 这中国经济学里面 介绍的非常的完整 和清楚 清晰 那么之后呢 这些筋结点 是不是阻散经络了 经络不通了 不通就痛了 所以呢 都能够用咱们古老 这个医学来解释 而且呢 咱们这个解释 只是两千几年之前的 在黄内经里就有的 那么现代的说法呢 其实跟我们是同处一折 只是用的语言 不一样而已 咱们说 其实呢 我们终于是 最早 对整个生命的认识 那是非常深刻的 非常深刻的 不次于 就是低于咱们 现代所说的医学和科学 对生命的认识 那么松解 这个解解的方法 那咱们现在呢 有各种方法 比如说 用针刀 用针酒针 用推拿 用各种方法 这都可以 这个方法叫解解法 以前是用原力诊 就薛六公老师 用的那个原力诊 其实咱不用原力诊 用普通好诊也可以 那各种诊据都有 很多最近 这个发明的诊据 很多一家 也都众多 但是呢 离不开这些理论 你把这个解解开了 你不管你用手也好 用针也好 用刀也好 那你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咱们这个针呢 也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跟豪针不同 但是呢 它就比豪针呢 要豪使